《圣彼的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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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圣彼的堡是一位沙皇的梦想 两个多世纪以前 彼得大帝在这里监督 试图打开一扇 面对西方的窗口 而西方的风 也带着他的自由和节日气息 吹进了这里 但节日的气氛 似乎突然堵断 在美丽的城市外表背后 在那些破烂不堪的院子里 穷人不幸的呼喊 穿破寂静 大街小巷 充实着孩子们的呼喊 以及南美园 彰显自己身份的 新俄罗斯人的 广望自大 请求已收到 我们正在前往运输大道的路上 当时所有的东西 都在汽车的发动机盖上 证件 手机 还有很多钱 就是他和他的同伴 现在在救护车上 而且正在呕吐 这个人脖子上有一道刀疤 安德烈三十岁 在警察局工作已经五年了 此刻展现在他眼前的场景 在如今的俄罗斯再突变了 一个光着上身的 喝醉了酒的新俄罗斯人 一般来说 新俄罗斯人 穿着考旧的深色西装 整街鼻挺的衬衫 打着价格同样不菲的领带 并且开西方国家的新款汽车 一个新俄罗斯人 一个月的收入 相当于一个普通俄罗斯人 五到十年的收入 所有人都离开 你这个混蛋 你怎么还在这儿 带扫他 今天下午 这个光着上身的人 遇到了一位朋友 他的这位朋友 同样也是新俄罗斯人 于是他们便决定去喝一杯 然而他们的聚会 最终却以路边的斗殴结束 两个本来是打算欢聚一场的 新俄罗斯人 大概喝得太多了 不知道为了什么 竟然大大出手 一个被打成了脑震荡 而这个光着上身的人 又在看守所里 度过这一天剩下的时间了 他是一家进出口公司的 首席会计师 在他随身携带的手提箱里 装着这个月 要发给员工的工资 在他身后的 穿黑夹克的男子 是他的私人保镖 这名男子 显然很担心 钱的去向 幸好围观的好些人 把手提箱 放到了安全的地方 警察随后打开了箱子 他们发现 那里面 有一万七千美元和数万元的卢布 以及新俄罗斯人的全套装备 如信用卡 手机等等 在我质询那些年轻富人的时候 总是会感到有一些害怕 尤其是在他们痛饮沃斯卡 九天之后 他们总是试图去教训你 他们总是试图让你明白 他们是富有和伟大的 而你却是微不足道的 他们认识所有权贵阶层的人 从执行委员会 到市政厅 再到中央政府 如果他们真的对你不满 他们可以轻而易举的 让你被解雇 虽说不是他们亲自动手 但对于他们来说 仅仅需要打一个电话而已 这个新俄罗斯人 不会在监狱过夜了 根据首席特派官员的指示 他将会在半个小时之后 被释放 在距离市中心 以及18世纪建筑 十分钟路程的地方 这些赫鲁晓夫式的 互联建筑延伸着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 这些建筑是那些比较好运的 免于住集体公寓的 和私人的普通住所 但这些建筑已经年久失修了 越来越多的贫苦的人 挤进了这些破烂不堪的建筑中 除了去自由市场的时间 他们基本上待在这 伊莲娜卡扎科瓦是警察局 未成年犯罪调查组的警察 她负责这个区域的孩子们的健康成长 今天她是来拜访迪玛的父母的 迪玛是一个16岁的男孩 她刚刚因为盗窃一件夹克衫 而被捕入 您好 我是伊莲娜 来自第57警察分局 额后请见 瓦勒里 尼古拉奥维奇 您至少该有一条床单吧 她睡在什么上面啊 谁在这睡觉 我妻子在这睡 那孩子们呢 他们在哪睡 我在这儿睡 孩子们在那个小房间睡 哦天呐 我跟您说过多少次了 要收拾整理一下 可您总是当耳旁风 照片上是您的女儿们 看她们多漂亮 好好疼爱她们吧 她们还小 这是什么 这是迪玛的妈妈 为她准备的衣服 她从哪弄到这些衣服的 在她工作的商店里 老板有时候支付现金 有时候就用食物支付 给她作为加班的报酬 这个家庭有五个孩子 两个女儿上了寄宿学校 年长的男孩子患了精神疾病 最小的儿子十二岁 中间的就是十六岁的迪玛 因为盗窃夹克山 迪玛可能要被判处三年的监禁 这个家庭靠着祖母的退休金 和母亲的收入生活 也就是说 她们每个月 只有不到七百法郎的收入 一个夫人重获自由 并且没有受到任何惩罚 这让我感到很恶心 这表明你的工作一文不值 你明白这种感觉吗 然而他们呢 他们深信这是很正常的 他们毫不怀疑 他们可以做任何想做的事情 我们的监狱里充满了穷人 一个月前 我经常去克里斯蒂监狱 当时我负责带去一些司法文件 我和那里一些犯人接触过 然后我了解到 他们可能仅仅是因为偷了二十公斤土豆 而被逮捕入狱 在正式的判决出来之前 他们很可能在那儿 一待就是两年 两年半 并且没有任何自由 在那些金碧辉煌的 有几个世纪历史的宫殿的背面 是这些阴暗的穷人的院子 所组成的迷宫 安德里已经习惯这样的反差 他每个月的收入大约为八百万 他的工作是检查那些 可能从事非法交易的人的证件 尤其是寻找是不是有少量毒品存在 而毒品交易 似乎是一夜之间突然大规模发展起来的 与此同时 谋杀却呈减少趋势 1992年 圣彼得堡的犯罪率达到了最高峰 那时政治私有化最初的阶段 黑手党也满节乱冲 去瓜分这个时代的列领 现在圣彼得堡每年 依然有一千多起谋杀案 而整个城市的人口是五百万 在这一千多起谋杀案中 有百分之十五的案件 是职业杀手完成的 那些职业杀手在案发后 通常很难被吉拿回案 当然这些事情 都不属于安德烈的管辖范围 他的任务只是检查证件 寻找毒品 还有处理那些 倒在人行道上的醉酒司机 这是合成酒精 人们和他就是在使自己中毒 他可以切断你双腿的知觉 并直接损害你的大力 并且从此再不会醒来 上校同志 受检疫的部队已经准备好了 同志们好 祝上校同志身体健康 稍息 各位军官 各位战士 今天你们中的每一位都有一个任务 这就是去展示我们部队的效率 维克多卡巴斯基 从前是一名散兵 他刚刚被任命为俄罗斯特警部队 欧盟司的负责任 这支部队通常执行一些特别的任务 镇压游行示威 清脚夜总会 在高加索市场执行突击逮捕行动等等 欧盟司特警部队 以他们的能征善战而闻名 当然 他们的行为也要受法律的限制 在我们所跟踪的这个月 在摄像机的记录下 他们非常畏惧 维克多自从被任命之后 经常亲自这夜晚 他才注定要去完成这样一个任务 就是重整这支部队的纪律 并给他们强化道德意识 我 虽然和我们家人生活在这个城市感到骄傲 我同样也为成为圣彼得堡的市民 并负责这座城市的安全而感到骄傲 在服役28年之后 我本可以离开军队 但是 我留了下来 我知道我还能够发挥余热 注意警戒 这些游行示威行动 让维克多感到困惑 他无法理解现实的混乱 于是 他独自待在办公室里 试图去拼凑起他以往生活的碎片 得到他所需要的某种确定性 每当我心情沉重的时候 我都放这盘磁带 在那里 我们肚子如年 当有人问 你在阿富汗待了多久的时候 有人回答 两年 而我的回答是 两年零五十六天 之所以说得这么精确 好像每天都很久一样 是因为在这场战争中的每一天 都有很特别的事情 这就是为什么你永远无法忘记的原因 特警部队是一个人才晦翠的地方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期 一些民族分裂主义者发动了车臣战争 他们要求脱离俄罗斯的控制 他们攻击新型富裕阶层 劫持人质等等 对特警部队的队员来说 这些都是他们要面对的任务 有写的我们现在的 files 快点 击乱 我们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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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先看 我们发现 我们要看 在这些人 我们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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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关注 我们在瑞尔丽 我们要看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 未成年犯罪并不普遍 少年犯也很少被处以重刑 而前苏联解体之后 随着俄罗斯经济形势的恶化 和社会关系的破裂 未成年犯罪爆发 伊莲娜明白 她的责任将不仅仅是一名警察 她应该在打击和理解 秩序与社会问题之间建立一种联系 我知道这是我的使命 我的孩子们 我的学校 我的辖区 不永远也不会离开这里 我来看你们是因为 我接到了法官的通知 是关于你们的儿子迪玛的 对我来说 让他在监狱里听我的话 是一件太难的事情 有的男孩可以适应监狱的生活 但是迪玛不行 他完全不行 伊莲娜 我请求你努力 为我的儿子争取到缓行的机会 我不希望他待在监狱里 如果那样 他的人生就要被毁了 他会变坏的 他的性格过于敏感 您现在还工作吗 不工作 我的双腿瘫痪了 一直也没有好转 我不能出门 也就不能工作了 我已经 待在家里 整整三年了 您挣多少钱 四十万卢布 房租就要二十万卢布 剩下的一半只够付电费和电话费的 我经历过第二次世界大战 现在只能靠退休金生活 这个家庭的每一员 无论是母亲 还是不想工作的酗酒的父亲 从前我们可以要求他们去工作 但现在不能这么做了 我们只能把他们送到就业中心 为他们提供一份月薪十五万卢布的工作 这收入当然还是很少 他们更喜欢一屋一屋的交易 这也就是那些孩子 为什么在外面偷窃的原因 你叫什么名字 你姓什么 他就一个人 你有哥哥吗 在这些街道的每一个角落 都有酒精饮料买 我曾经无数次的到商店请求他们 不要在学校附近开那些出售酒的小卖部 可都是徒劳 我甚至还写信给街道办事处 也没有用 这样的问题是如此的沉重 又是一个真实的梦魇 在我拜访过的每一个家庭 我都能感受到他们所遭受的那种痛苦 这是一个恶性循环 有时我就在感受这巨大绝望的同时 哭了出来 阿丽娜 你在等我 是啊 我是为迪玛的事来的 你去过监狱了 在克里斯蒂 还没有 你为迪玛担忧 当然 别担心 会有人帮他安排好的 别着急 我知道你请不起律师 我们会试着帮你找一个 我没法再这样待下去了 我整晚都睡不着 你准备好东西了吗 准备好了 干净的床单 一件套头衫 一条裤子 你知道这些都允许送进去吗 他们说可以 迪玛需要床单 衣服 面包和糖 别着急 别担心 我该怎么办啊 我整晚都睡不着 好吧 我该跟你说什么呢 我也不知道还能怎么样 我真想上吊算了 你可不能那样做 你还有其他的孩子呢 我快要疯了 在俄罗斯 14岁以上的犯罪少年将被送进监狱 在14岁之前 犯罪少年会被关在再教育中心 这个措施是继承以往苏联的做法 这里有110名年龄从11岁到14岁不等的未成年人 你妹妹多大了 十岁 你会跟她说 做人不应该偷窃吗 我妹妹根本就没有这样的念头 你跟她说过的 对 然后她有什么反应呢 她现在就没那么想过 那什么 有时候从家逃出来吗 我洗白粉 她偷东西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我不知道 我偷过东西 我就想按自己的方式活着 你在这儿待了多长时间了 三年 我们发了几个醉鬼的衣服 我们在商店里偷东西 你拿这些钱干什么了 我买了烟 还有福特家 你很早就开始偷东西吗 差不多有五年了 我现在十三岁 从七岁开始就偷东西 有一个孔子 我完全没有 瓦子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Тешеньки, вы птицы мои, а я рубачкам радовал досочки, все без устами потреться, чтобы были уютными гнездышки, ваши птенцы. Тешеньки, вы птицы мои, а я рубачкам радовал досочки, все без устами. Тешеньки, вы птицы мои. Тешеньки, вы птицы мои. 我们在那儿渡过了我们的黄金时期 我们在那儿共同经历的一切 使我们走得更近 多亏了曾经人受的一切苦难 如今我们才能了解生活和它的价值 才能有那么一个参照点 来促使我们正直的生活下去 今天我敬一杯 同时也敬那些真正的男人和女人 干杯 就像俄罗斯人说的 生命就是场战斗 那些经历了这场战斗中最惨的部分的人 总能找到正义的所在 我妈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主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主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押倒那些孩子,摧毁他们的抵抗,侮辱他们 那些未成年的孩子们在这里总是被殴打和强奸 在监狱管理方严厉的注视下,Elyna必须注意自己的言行 而迪玛几乎都不说话 那天晚上,你们喝了很多吗? 差不多一公升付着家 一公升?一般人喝这么多,就得倒地不起了 哦,简直是皇家待遇 我希望你明白,你现在是在监狱 你的未来几乎是毁了 给我看看你的手 看,你的生命线又长又平滑 这意味着你在实际生活中的情况也应该是这样的 你的生命线很美 但是对你的行为,我个人无法做出解释 你知道,你的母亲酗酒,父亲又生病 据你奶奶观察,你的弟弟也开始以你为榜样 总是很晚回家 我是唯一一个为你担忧的人 希望你明白,我关心你,就像关心别的孩子一样 我把你们都当作自己的小孩一样对待 自然而然的,我觉得对你的命运负有责任 因此,我会尽我所能的帮助你 这真是场噩梦,多可怕 我们得说再见了,不然我就要哭出来了 蒂玛,我亲爱的,别苦着脸 一切都会好的 哎,你真瘦弱 就这样吧 好了,再见吧 你真是太瘦弱了 好好在这儿待着吧 我会再来看你的 好的,再见了 这里有好几百个14岁到18岁的孩子在等待宣判 有的孩子被抓进来 只是因为偷了一块面包或者一瓶福特夹 在这儿待宫里面包或者一瓶福特夹 在这儿待宫里面包或者一瓶福特夹 这儿待宫里面包或者一瓶福特夹 在这儿待宫里面包或者一瓶福特夹 在这儿待宫里面包或者一瓶福特夹